每只鸡享受着恒温恒逝的豪宅 生物菌一刻不停分解着排泄物 使得室内毫无异味 这些鸡每天伴随着巴赫这大调大提琴组曲 它们吃食下蛋 鸡向往的生活所在地叫红标鸡农场 位于南京近郊的沥水 占地一千亩 近日农场创办人女儿24岁的谢陈恩 一早就走进鸡舍 开始了一日喂鸡循环的日常 我们总鸡舍的所有的喂料喂水 全部都是自动化的 包括我们的温控失控还有这个光照 水进来前也全部都是有净化过的 我们鸡只喝净化的水 所有的鸡蛋都是会被记录编号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鸡蛋追溯回来 这个蛋的爸爸妈妈是谁 1999年 两岁的谢陈恩随创业的父亲来到大陆 2008年 父亲在南京建厂养殖土鸡 他在南京上学 高中毕业后他赴英国留学 毕业后他回到家族企业 农场里有种鸡商品鸡等上万只鸡 工作繁杂而琐碎 但谢陈恩觉得他是带着家族使命感在工作 要把鸡养好 把农场接力经营好 更要打响父亲创办的生态红标鸡品牌 从建厂开始一直到开始养鸡 就我全部都见证了整个经历 像我们是个农业公司嘛 然后又在乡下 所以呢年轻人不太愿意到我们公司来 其实一个传统产业要发展 然后呢要变革 它更多需要的是年轻的血液 跟年轻的思想 所以我说那我先以身作则 我先回来 然后用一些新的这种模式 新的这种产业的形态 去做我们的传统产业 直播带货 拍摄短视频 开辟新零售端口 举办桂花节 邀请客人参观农场品尝烤鸡 双十一进入倒计时 谢成恩在线上线下 组织筹备各种活动 忙得不亦乐乎 继承家族企业最难的地方 在跟父亲的沟通 继承家族企业的话 那我可能考虑的 不光是要跟着我父亲怎么走 而是要去怎么跟他拉力 我要去怎么把他的 他想做的事情 以我觉得更合适的方式去做 我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两个常常需要沟通 然后需要互相说服 但这互相说服的过程是最累的 你有可能会有争吵 就是冷战 但是呢冷战完后 然后双方还是要沟通 还是要前进 为养鸡 谢成恩设立了自己的小目标 两年内在江苏乃至大陆 打响红标鸡品牌 让更多两岸朋友 成为红标鸡的时刻粉丝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